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稍微一点食盐 翻匀后腌制10分钟 碗中倒入3个鸡蛋浇散 浇散后倒入平底锅中 翻成一个鸡蛋皮 两面煎熟后关火出锅 从一边给它卷起来 切成条 我总是用清水清洗一遍 洗出盐缝 大蒜排碎 再切末 准备一点香菜切碎 切点葱花 鸡蛋皮放入碗里 加入所有配料 鸡精和生抽 白糖 芝麻油 翻拌均匀即可装盘使用 一道美味的凉拌窝 加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